第二 神的属性和本质就是生命和光 智慧爱公义 这个表述不是很清楚 神的属性或神的本质就是 神的属性是这样 所以他我是光 我是生命 我是智慧 爱其实都是在向我们启示 他的本质性的属性 我们之前区分了本体 本质和属性的不同 我们对本质的了解只是透过属性 属性是本质的特征 属性不是本质 但是他俩之间不可分割 我这个人和我的特征是不同的 特征是描述我的某些属性特征 但是不是我整个人格 但是又不能跟我的人格区分开来 所以神的本质和属性 要概念本身就不一样 所以大家要留意区分 这里面提到生命光智慧公义 那么说世界是黑暗和邪恶的部分 不属于神 是的 神是光 神是真理 神是生命 但是注意 神是光 神是智慧 神是公义 神是爱 是描绘神存在的特征或者是特性 但是提到世界是黑暗邪恶的部分的时候 黑暗和你说神没有化身这一切 就谈到了这些邪恶 第一这些邪恶黑暗死亡等等 是相对神生命光而说的 当人背叛的时候 与神的那些良善的属性相背的时候 那种光景 那种状态落入到死亡黑暗 罪没有实体 它不是实体 它不是实际 但是它是人对神命令的一种 或者关系的一种背叛 我们称之为罪 罪带来死亡和属灵的黑暗 所以黑暗是与光明相反相对的 在自然界当中 我们看到光和黑暗 是我们把光遮住了 那个阴影的部分 我们称之为黑暗 光和暗 这个在自然界里 光和暗是实体的 无论是你说是波还是离子 光是实在的 看得见摸得着的 可以测量的 但是属灵里面 我们说神是光的时候 不是神这个一百瓦 一千瓦 那个概念 是形容它的属性 属灵的光和黑暗 它不是实质 所以它不是实在 那当我们说 神没有化身这一切的时候 这个化身的时候 就涉及到实质的问题了 所以这个概念要留意区分 一切都没有被神掌管 什么意思呢 就是稍微有点混乱 这神是神他本体的属性是这样 所有与他的旨意或者违背的 我们称之为黑暗死亡等等 那这些呢是黑暗和光明 黑暗和死亡不属于神本体的属性的 但是这些背叛神的权柄的 所谓的违背神显明的旨意的 这样的行为或者是这种状态 他仍然在神的掌管方面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神审判 上帝为什么审判黑暗 审判那些死亡 审判那些悖逆之子 他们处在黑暗 悖逆当中 审判是因为上帝对他有权点 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说 你们不听我的道 我并不审判你们 自由审判你们的 就是你们所敬畏的摩西 按照他的律法审判 其实将来审判的时候 基督审判 众圣徒都审判 按照摩西的律法审判 那什么意思 好像你们拒绝了我 抛弃了我 好像脱离了我的统治 但是将来最终还要审判你 所以没有一个存在 虽然他们抗拒了神的权柄 拒绝神的权柄 否定神的存在 好像逃避神 乱用他们所谓的意志 但是他们不意味着 他们翻了十万八千里的跟头 就脱离了上帝的掌控 神的手掌 没有 他们仍然在神的至高的统治之下 万有都在神的统治之下 他们如果真的自由 他们应该脱离上帝所创造的存在 他们如果真的自由 他们应该脱离上帝所创造的时空 到宇宙之外 这种存在是不可想象的 那个地方只有神能去的地方 任何被造物都不能脱离上帝所创造的时间和空间 我们再背叛神也是站在地球上 用着上帝赐给我们的灵魂的功能 呼吸着上帝给我们的空气 脚踏着上帝所创造的地球 用着上帝给我们的大脑和灵魂的功能去抗拒上帝 我们存在本身仍然在上帝的掌权当中 脱离不了上帝的范畴 然后这里面又涉及到神变化的问题 上帝是神 是属灵的存在 除了第二位格圣子 取了被造性的身体之外 圣父圣子或者神 本性是与上帝被造物是久别的 所以祂是超越的神 虽然祂灵格在我们中间 但是祂仍然和被造物这个存在本身不是混合的 不是区分不开来的 神那种纯灵的存在 不会变成物质石头 灵在 以马内利 内在 不是祂变成了被造物 在沙子里检测出上帝这个DNA 在树里面发现神的属性 所以对树 所以犯神论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 变神在论 他也是这种概念 变神在论 神在所有的万物里面内在内住着 然后犯神论是树也是 树中有神 神中有树 这个存在的混合根本区分不开 神没有化身一切 一切也没有 所以神没有化身一切对 一切也没有都没有在神掌管是错 这种概念本身就是假命题 一切不可能脱离神的掌管 意识当中是背叛了神 不顺从神 抗拒神 忘记神 但是这种存在本身仍然在神的掌控当中 所以神是具体而不是犯在的 具体和犯在这种概念不是对立概念 具体和抽象是对立概念 犯在和超越 神犯在和神超越等等 神无所不在 神临在在宇宙当中 这个概念是对的 神无所不在 但不是犯神的那种犯 神具体和抽象的 神的名字是具体的 这个具体是神是我的父 和我百姓之间关系的那个不是抽象的 是具体的 神是创造主 都和被造物之间具体的关系里面的 启示的名字 所以这个名字不是抽象是具体的 所以具体和犯在不是一个对立概念 所以神是具体的 而不是犯在的 这个话本身就不太严谨 我再读一笔 神的属性 本质是 不属于神 神没有化身一切 神一切没有掌管 神是具体而不是犯在的 能不能具体你说一下 你问题的要点是什么 所以这个 我刚才已经分解了这里面 话本身的一些问题 但是我还是没有掌握住 你要问的那个焦点 避免我误解你 就像以前我所犯的错误一样 先入为主的去批评大家 那我想了解 这个同学可以解释一下 你要问的那个点在哪 你的疑惑的点在哪 可以看麦克说一下 后面你这个问题 可能对你这个问题 又做了个补充 我来试着理解 总觉得全能神与这一理解 有不可调和的之处 全能神 然后这些事物又不在神的掌管当中 又不属于神 对不对 好像脱离在神的掌控之外 然后又怎么说 神掌管一切 神是全能 是这个意思吗 对 我的意思就是 神如果是代表光明的一面 就是生命光 智慧 爱和公义 这是光明的一面 但是这个世界上 也有黑暗邪恶的这一部分 那黑暗邪恶的部分 如果不属于神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 神好像没有掌管一切 就是这个意思 好的 明白了 很好的问题 罪是对神的一种反叛 对不对 神既然是全能的 为什么罪竟然能抗拒神的权柄 违背神的命令 那这个违背这个概念 是在恩约里 比如说亚当在伊甸园里 上帝与他立约 吃的日子必定死 不可吃 吃的日子必定死 这是恩约的概念 上帝求救我们 在我们这个水平 与人立约 顺从与否 命运也不一样 所以在这里面就有 顺从和不顺从的可能性 顺服和悖逆的可能性 上帝允许了这种可能性 那关键是这种人呢 误用了自己的意志 选择了这个背叛神 当然这个背叛神 也是在神的这个许可范围内 因为给他的命令 总有这个顺从和不顺从的这种可能性 如果没有就像对一个木头说 你不可离开这个石头旁边 小溪旁边 木头本身也没有能力离开 不可能长腿爬走或人格是吧 赐予他人格 他就有一种听见了他决定顺从还是不顺从的这个可能性 上帝给他了这个能力 这种功能 当然上帝所期待的是 人明白甘心乐意顺从对不对 所以这种背叛是人格性的 而且是在约里面 无论是天使的背叛人的背叛 是人主动抗拒神的命令 但是这个抗拒的能力 虽然这个抗拒的意志 旨意 意思 意愿不是神给的 但是却这种能力 可能性是神给的 那当他抗拒之后 是不是意味着他否定了神的这个命令 就脱离了神的权柄了 没有 继续审判 统治 甚至恶人的心意 也在神的掌控当中 有大卖主这件事情 并没有失去上帝统治权 他抗拒神的命令 按照神律法实际的命令 不可做假经证 他结果做假经证了 他随着自己罪人的心意 他有自己的计划 但是他仍然在上帝奇妙的统治当中 无形当中成就了神的旨意 那就他的本意是做恶 就着神的智慧 他去做恶以成善了 虽然他个人不值得称赞 反而要受咒诅 但是上帝仍然掌管 利用恶人的恶 去成就了他的善的旨意 所以这是第一点 没有人脱离神的掌权 哪怕是黑暗光明 也没有脱离神的主权 反而他们之所以成为黑暗 是因为他们抗拒神主权 不顺从神的主权 但是整个仍然在神的转 所以这种黑暗光明 是指人格性的存在 背离神的命令 教导的命令 吩咐的命令的时候 他们的状态 我们称之为黑暗和死亡 第二这里面说 我们把黑暗和邪恶 实体化不可以的 黑暗和邪恶是状态 不是实体 总觉得上帝状态不可能 所以这个罪也在上帝 掌管当中 然后罪不是实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